收到一位粉丝寄来的两个一模一样的材料 而且这两个问题也是一模一样 后边的Micro USB接口不能正常使用了 所以这个粉丝的诉求是想把这个接口修好 同时还想加一个无线充电 所以我就买了两个这个玩意儿 无线充电的模块 三十多块钱一个 我一家贴牌的电池 日本制造 2450毫安时 然后轻松打开 哇 里边有配重啊 这边一组线上去了 肯定是灯光的供电了 先把它摘了 然后分了两块线路板 下边应该就是一个撒线路板连接作用 上面是它的主控 哇靠 这个Micro USB口直接掉下来了 首先左边这个是科尼晶电池的充分电管理芯片 然后右上角这个是LED的驱动 然后下边这个芯片是个触控驱动 看一下这个Micro USB接口 这个玩意儿我就把它焊过去 它早晚还是个坏啊 它就靠这个铜箔来做直车 反面没有做任何固定 它是个宽电源 5V一直到12V 如果想要通过它给它供电的话 那就需要在这上面找到一个5V的电源 先观看一下这个东西 首先是Type-C的接口 然后旁边还有一路输入 但这路没用 这边还接了个二级管 如果不用这路的话 第二级管就是闲置状态 然后往下走 两颗芯片 这一颗被打磨了 很直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3240 RSCT 然后半导小新 然后看一下芯片的特征 对象 集成了一个高效率5V1A的电压输出 然后看一下它的典型设计电路 看这边8角的位置 直接是一个5V的电压输出 如果它是闲置没用的情况下 可以从这把电拿出来 然后它有一些外围线路 6角需要和它接一个电感 7角需要和6角有一个电容 0.1微粉 下面倒数第二个是8角 可见8角从这出来之后 这边是个电感 回到6角和它的外围线路图一样 然后6角和7角之间 有个0.1非法的小电容 除此之外 它并没有去别的地方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出 这个5V的电压 它是没用的 闲置状态 这个时候5V的供电问题就解决了 所以说经过研判 目前只能画到这个位置 但是两边这个东西有点顶 因为它是个弧形 胆大心细 除了能用严丝和缝的四个字形容以外 真的想不到 还能用其他的词来形容的 这个二极管实际上也是能利用的 白瓢二极管一个 然后做一根线 规划好长度 这个从8号引脚 引出正极 上面这个接地 还是可以使用的 下一步就是把它和这个小线路板连进到一起 中间还要把这个二极管加上 然后二极管的另一侧5V供电 然后接地焊接到这个插座的旁边 先把它这个Micro USB的接口给它恢复了 但是这个位置的铜箔已经没状态了 然后502胶水来一点 这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看一下最终效果 有点丑 有点丑 然后通电试一下 OK 关灯 没有放电池 没有放电池 我跟你说我是有热绒胶枪的 我是嫌麻烦 有一点点特别的丑 电池供电正常 充电功能 充电正常 OK 就这样吧 是 您开始 您看 entonces 您可以 您 您 我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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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您 您